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度冥想课堂 回答一下粉丝的留言 他说人如果是产生病痛了 或者是有钱了 那就不要把它当成真实发生了 那就是造物主来唤醒我们的 他是来提醒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 为什么要把这个留言拿出来 单独要讲良解课呢 就是因为他对于我们修行的人太重要了 往往我们就停在这个位置上了 前面的前功尽弃不说 你的生活反而会陷入混乱 也就是说你修整个修错了 就是因为你在用头脑修 他是在我讲解一个人有了这个成就之后 忽然的跌下来了 这个原因的时候 因为视频这个东西包括老师讲课呀 他不可能传达完整背后的含义 那么听者得到的那些信息呀 非常的容易出现问题 即使你听懂了就像我们说的一切结为唤醒 但是你却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 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们有的时候讲的东西这个视频呢 经常你看前面的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基本都下架了 因为平台就是他会对于某些内容啊 他不允许发布或者是这个随时就有机 这个什么那种机器检测 所以说我们说的内容非常重要的 王文老师的这个措辞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斟酌 就会让这个有些东西是你们懂的 所以呢你们赶紧的这个听完以后 重点的要记下来 因为你不记下来 他没了你再找不着了 我自己都找不着 保存下来应该是他下架了以后你也没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大多数人 大多数学员不光是我的学员 很多就是修行者练冥想的也好 禅定的也好 还有这个别的这个开悟醒过来的那些 听老师的课也好 都停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你就发现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些人呢 他还是原来的生活状态 他而且还老是什么呢 活的还不如以前了 就是说生活里面使劲给自己打气 说哎呀这些都是幻象 或者是我未来会好的 然后就是不行 最后什么 结果就是放弃了 醒过来的这个 自我救赎的机会 为什么会放弃呢 因为他会不开心 我们不断的修 你如果不提升 你就会掉下去 掉下去以后 你的不开心就直接把它投射在了这个修上 所以你是没有心思的 说生活这么那什么 我十挺大劲 我这么花了这么多的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然后又又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那么崇拜的一个导师 相信他 然后我也没有生活的起色 什么那个 这个荣光焕发 什么逆转青春 什么那个财富可以怎么怎么样 全都没有实现 我都已经坚持好几年了 我也没实现 我觉得这个中间 我这钱我还白花了 对吗 这就是我们放弃的原因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就是智慧 可以说一下子就 就不偏 就是怎么修都不偏 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说修不能自学呢 就在这 对吗 你要自己练 但是呢 你需要有一个引领 就像我们的音频冥想 他就是一点都不会让你偏 但是你练的时候 他也需要有些资料的辅导 因为你自己练你就会理解偏了 你也你也是速度慢 有辅导你就很快 那么你越往上练 你越需要有一个导师让你不偏 说你又偏了回来又偏了回来 就像我现在给大家录的一个视频一样 所以呢 就是让这样一个形式让我们能够走捷径 快 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说21年22年太吓人了 他的飞升速度太快了 我自己的感觉是太神奇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讲这为什么错了 有的时候老师我懂了 这不就是头脑修行吗 以后就是就是我就不用头脑修行了 你你懂了的是没错 但是还差那么一点点 说一切结尾唤醒没有错 我以后就不这样了 这就是什么 你懒 不是你说误区的问题 什么叫懒 你明明知道 你不做这个呼吸 然后关念头 完了三个欲望 完了等等等等 初级练透了 再练中级 有的这个人有基础啊 那个可以直接这个就是练中级 但是千万要知道 你千万不要贪多 说的我我懂 我一下子就可以 你没有这些那个一处而就的 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基础练 要不然你的觉察力上不来的话 你掉入情绪你更上不来 因为你已经就像那个青蛙趴着井压上看到了一片天 然后再掉回去 他原来的生活都过不了了 就是你都知道醒过来啥样 但是你又没有能力醒过来了 因为你太贪了 太贪快了 然后你就掉下去以后 你的你的那个失望让你真的没有勇气 起来 所以呢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干嘛呀 你啥也别管 一切结尾唤醒 这你知道也没有用 因为你不休 他这就成了你那个麻药 就是一痛苦你就抹上 这是为唤醒我来的 我忍 你给他说着脖去该干嘛干嘛 你坐那呼吸了吗 你让自己静下来回归内在了吗 你让自己去看念头了吗 你让自己脱离头脑的控制了吗 你没脱离头脑控制 你这些不还是 那个假我给你的另外的那个虚假幻象吗 假我告诉你说 你可千万别离开我呀 那个大脑就是你的假我吗 小我吗 你要离开我 那个你就那个啥了 我跟你说 你看你现在都进步了 你都知道这个世界咋回事了 你都成了 他在骗你 因为他怕你离开他 他做这个 为什么我们说 你这个修道提升的时候 你会做噩梦呢 就是因为他啥着没有了 你就会他会在梦里吓你 他吓你两回 你基本上 你有两次这样的噩梦 你就很那个什么了 提升了 所以我们不说那么多 我们说你咋做 所以说我就这位粉丝的留言 他好像也没学我的东西 他可能是就是有别的基础 他留这个言也很有悟性 但是就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都这样 懂了 你去 在你的困境里 在你情绪里 在你早晨晚上中午的时候 你做这个深度的 冥想清理了吗 你如果没做 就代表什么 你完全还在睡梦当中 那有人说 那个 那不得先懂再做吗 你不懂 也行 为什么 你懂了 你不做 啥又没有 你不懂 你做了 他也会提升 然后你才能够 知道这是啥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 理论 他是你 帮助你 提升 那个 勤奋度的 理论是帮你 做这个 训练 自我训练的 勤奋度的 而不是 有任何别的 就是说你脑子里 懂了一万个东西 跟你提升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厘米关系都没有 这个大家能透彻的明白吗 所以说 这个留言 我经常说 我看着你说一句话 我就知道你哪有卡点 因为我一路走过来 都知道 你到啥时候 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你说一句话 我就知道 你需要 在哪 赶紧回来 再来 我